台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子丹 好久不见了 因为这个角色是我最代表的一个角色 也很难去找到另外一个角色 可以更加的深入明星 还有能更彻底的去表达我作为演员的一些内心的感受 那么既然大家比较喜欢我扮演这个业文 出来之后也受到大家的喜爱 你要我重新去找另外一个角色可能就是比较难 然后作为演员也好 作为一个电演员也好 我希望就是多点时间去创作另外一些东西 我相信这个角色这个电影的系列肯定是郑子丹的最有代表的电影 也相信观众也是最喜欢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认为这个角色他成功不在于他有多么英雄 最起码不是最典型的那种英雄人物 我认为他成功不是里面的舞打的元素 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元素 他把一个人的最借地气的那种元素 他把观众拉近 比如说他是一个很低调 很家庭男人的这种形象 女性的观众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以前一般的英雄他肯定是高大富 但是你看叶文他本身他是像离我的一个普通人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一般的观众肯定有一种的亲和力 亲和感 以我拍那么多年电影的自己的对于演戏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你在演戏其实是把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把它在你的角色里面反映出来 那么我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是五年前 那么这五年也经历了很多东西 然后人生的阶段也不一样 肯定在这一次再演这个叶文是肯定会比以前更成熟 更有层次 这个戏里面有两三个亮点 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刚刚你说的李小龙 也有Might Tyson 拳王Might Tyson 也在一代宗师 也是叶文里面演得非常出彩的 这个演员张静 那么这三个都是戏里面的亮点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了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卖点 除了它的商业的包装元素 它最重要还是把这个人物用最有人味的感觉给观众 所以我相信观众看完 特别在第三集里面 它肯定有很多感受 虽然我们还是拍电影 终归还是不是真的上了一台 但是 因为一直以来 郑子章的电影 都是很注重 拳唇到肉 真功夫 然后 整个动作电影 武打电影 观众对于这种电影的要求 也越来越需要很质感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在设计也好 在武打的表达也好 都是玩命的 那肯定有一定的危险度 那跟Mike Tyson这种世界级的拳王 肯定有给我带来好大的压力 确实在拍摄的过程 很多次都是 我感受到他的拳风 但是还好 还好就是 也没出事了 那么 而且我们俩都变成好朋友 事实上我是他的粉丝来的 因为他以前我最喜欢看他的比赛 几乎每一场比赛我都看过 那这一次也很幸运 还有很开心可以跟他合作